这是之前买的特价苗 全部都恢复的不错了 有些甚至很多几乎都有花苞了 我想虽然天气很热 是时候帮他们移栽到后面的山坡上 一样的我就把下面的把它割开 然后到时候我会连盆买一下浇水 水的集中真的很困难 因为水都会直接往山坡下流 所以一定 我就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连盆买下去 然后我就下面把它挖开这样子 我甚至没有换五加仑的盆 我就直接连这个盆买下去就好了 好 那因为我要连盆买 所以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呢 在靠近根部的地方一定要松软 然后在盆要放下去之前呢 记得要撒一把生根剂 粗根剂 然后你盆这个去试验一下 就是买下去的时候 这样子 然后浇水的时候这个水就会留在这里 然后就会下去 然后这边到时候我再做顾的工作 这样子 买好就是到这个地方 灌步的地方 之前挖油不晓得灌步是哪里 就是这个价介点 这个就是灌步 要买到这个起 不要太高 不要太低 太低 整个子株会不稳 太高这个地方容易直升平均 OK 好 这就是六颗美乐粒大概的位置 我把它种成这个倒三角形 前面这一颗是状况最差的 所以把它放在前面 方便照顾 然后记得那个花苞一定到时候都要剪掉 等我墨曲都弄好了 然后浇水之后再来剪花苞 避免伤流 这个就是目前完成的样子 今年 现在是8月1号2023年 我们来做个记录 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长势怎么样 如果长势好的话 我们就继续让它生长 然后开始施肥 现在我主要是让它们集中在生根的地方 就是希望它们的根能够扎下去 我们到时候来做观察 那旁边这个绿色的植被植物呢 是我在院中找到的我的一些植被植物 我就把它拔起来 然后在那边做扦插 然后希望说有些植被植物 在后山坡这里非常的热 能够做一点这个导湿的作用 好 加州小院在这里祝大家种花成功 我们下次见 这个绿色的景色 在家中玻璃